威北疫情感恩有利 港議官政府為了感謝疫情期間所有相關政府辛苦的奉献 適合特別基盤COVID-19公約有功單位受將點內 由港議官長王張良、衛星福利部署長王必勝 一官司署長人相共同來犯法中規 285位單位將近500人告到 各界民意代表18鄉頂長也都出席點內 眾人作為來回國過期三年公約的點點滴滴 中民頌東雲行 中央疫情支援中心成立1,1997天 在112年5月正式改變 向前非別危機3天的COVID-19公約逐漸 因應當時出現欠缺乏 該官政府要求所有衛星所進行出現實名制的反省 雖然協商國大猶獄加立反省 成立24小時候全聯合部 扣印、扣印、扣澳、關懷、合部中心 設立1中受帝領 提供北部靠近三九南部、北平、南山、東都一名的精神 伴利全國第一例 技術、社区、困固、逗上演練 協商真相加立時順真了 如果凡,投票,住手機、設立方向盤 受軌至更低於民眾 只要出現特征國安导設地社區太檢查 擁有限公共產省 让一条控制 祝福吃 以及接触吃 我们今天 参加特务 传递最新 资讯温定民心 独奉 艺末接触快搭车 将艺末接触 过程感化 两个关乡亲 接触率 故意专台平均 Combin 19 1194天 大家可以说是 惊心动魄 又充满了挑战 每个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整个都非常的辛苦 那从清零 那整个兼闭清野 到整个 以病毒共存 那开始病患增加 那整个社会的压力 包括乡亲的压力 可以说每个人都承受 很大的压力 那这样的时间 我们终于度过了 而且是成功的度过 所以今天 我们家一县卫生局 特别举办这个港恩的 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 那给所有的 一同走过这条道路的人 给他们奖励 那尽而说声谢谢 那我们终于度过来了 那我想这次的防疫 对台湾人是非常有意义 那除了我们 很坚韧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以外 那实际上也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公共卫生 跟传染病学的教育 那我想这样的记忆 会存在台湾人的基因 那也会让我们更坚强 所以我们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走过来了 而且我们成功了 感谢所有人的辛劳 德乡 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 这个嘉义县对COVID-19 有功的人员的颁奖 那我想嘉义县在这个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 给我们中央 或者是给我们整个团队 非常大的这个协助 我想不止他在自己的这个防疫 做得非常的完善 而且也协助了全国其他县市 那包括像这个检疫所的设置 也疏散了我们其他县市的 一些确诊的病患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感谢的 所以今天特别来 那也恭喜所有得奖的单位 实至名归 这些都是我们第一线 真正的防疫英雄 主县王必先表示 改观伤业表现 康宽 康专 感谢理会担民文蔡毅宇 在国会大力支持 实在中央对地区 下拓之时 三星的厚力得以化解 观众专业 特别感谢第一线的伊赫林原 国际卫生团 伤业路关以及家庭车司机 众人在疫情期间 担忍到身心的厚力 没到较近风险为乡亲奉献 改官会侵却吸收这次的经验 未来继续做乡亲建议的效盾 世新新闻卓民同 改官藏伯德 请按钮启动 嘉宇科学院区是整个台湾科技产业内的布局 那我们很高兴嘉宇在整个台湾的科技的产业链 终于占有一席之地 未来这边会有很多高薪的人来这边就业 高薪的人来这边就业 他的食衣住行意乐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会带动周遭的所有的商业发展 包括带来新的商业的消费模式 所以嘉宇即将要做很大的一个整体空间性的一个改变 它不只是带动嘉宇的发展 也是嘉宇跟世界联结的很重要的窗户 整个嘉宇的发展 在我们的包专业建设的努力发展 来建设是因为我们来实际这样的越来越来越好 嘉宇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礼拜合并开始动企一、二、三个月 现在开始动企时 我以前都是动企都好 水电都好 他来进驻厂商 不是 现在厂商与动企时 就这么多进来 这样的时候发展会更快 政府一定很厉害 让我们大家会越来越好 第一檔 看功順利 誒 吳浩志真的很危險 對啊 吳浩志真的很危險 誒 學長 不是你 是他 行經吳浩志入口要減速慢行 注意標誌標線 該停該讓不能馬虎 沒有標誌標線 少線道要讓多線道 吳浩志入口依規定停讓 多多注意安全有保障 吳浩志也可以很安全喔